先生夹了肉食为主的便当 加饭85元 这价钱消费者能接受 另外还有人点了三样青菜 配一碗饭 同板价40块 不过有消费者 PO出一张照片 内容物有番茄炒蛋 荷包蛋 青菜油豆腐 外加一匙约89块的卤肉 问大家多少钱 有人从80一路猜到100多 正确答案160元 消费者觉得太贵 网友酸 高雄物价终于超越台北了 业者跳出来喊没有乱算钱 消费者点的是猪脚肉 本来价位就比较高 自助餐店开在高雄热河街 邻近学校和医院 本来就是美食的一级战区 面对消费者贤贵 也有其他顾客帮忙缓家 没啦 没几啦 没几啦 可以啦 想吃就吃嘛 镜头换到台南另一街便当店 消费者推崇说超佛心 还没有到用餐尖锋时间 客人已经大排长龙 电话订单多到便当盒 快跟员工一样高了 尽管四月调涨一波 一样肉类煮菜55块 双煮菜80块 还是很便宜 炸鸡腿加卤排骨 三样菜外加荷包蛋 便当几乎快满出来 吃着是满满的感动 就现在来讲真的很亲民 还有人推荐 连锁超市推幸福餐盒 后切的大鸡排只要60块 遇到晚上贩售的截止时间 再打六折 等于36块就能带回家 通膨时代下 明以时为天 消费者都要精打细算 TVBS新闻南部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